端午節還沒到 一緣的愛心親子送上門 讓說到粽子的阿嬤好開心 送完了這間 團隊馬不停蹄感到嚇一哭 就怕愛心粽子送不完 給天氣悶壞了 光是大雅里這條小巷弄 獨居長者弱勢家庭就有三四戶 為了讓他們也能感受到 端午節的過節氛圍 台中市議員吳賢森連續多年 自套腰包買粽子的關懷弱勢 今年一共買了700串 趁著端午的前夕 團隊趕忙將這份愛心 分送到大雅各裡 就是想要把愛心 就是送到各個角落這樣 然後關心一下這些老伯伯啊 一些獨居老人 還是一些低收入戶的小子 就是到他們家去看 覺得大家收到這一份禮 都覺得很開心 就是有人 至少有人是關心他們的 然後他們也就是 可以大家一起參加這個過節的氣氛 就是說老伯伯都比較不方便嘛 有的就算說吃進比較不方便 我們給他送一下 他就開心 多關心 真感心 社會有這些人喔 有一些那麼好的人 我相信我們社會一定會很安定 這串扎實的愛心肉粽 揚映著台灣人特有的人情會 忠誠們吃進嘴裡 心裡也跟著溫暖起來 藝人的愛心 不許讓他們深刻感受到過節的氣氛 也為傳統的端午節注入一股大愛 至少連電話台中採訪無道